大家好,又是RedHonesty 今集是第二集的Commandboard Tutorial 我們今天都會繼續教這個 因為上次還沒教完 我們又回到平地 又在這裏 上次我教了大家怎樣寫之前的村民 我今天就要教大家一些新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現在要教的第一件事就是Riding Riding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你平時Saman mob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例如你想Saman一個Skeleton騎著一隻Spider 就是騎著一個Spider 你挑Saman就是Riding的指令 首先你要做的事 就是在Saman這個Villager的第一個括號 即是它第一個插著所有東西的括號 你給它一個鬥號 然後就Riding 大街R 然後就 冒號給它一個大括 然後就 ID你想騎的東西 例如我想騎Skeleton 那Skeleton 那Skeleton好像是 不知道行不行 我們先試一下 好像不行 可以的 原來可以的 那原來你召喚Skeleton 它就會自動給了 即是怎樣呢 它就會自動給白色Skeleton 那如果你想騎著一隻Village Skeleton 那怎樣呢 那是要用一些東西的 那就是怎樣呢 就是要在這裡的ID後面 你要給一個 好像是叫做Skeleton Type 是不是Skeleton Type 那就是1 沒有記錯的話 這樣你就會騎著一個 我的Village Skeleton 那Village Skeleton 它是不怕陽光的 因為其實 咦 原來它也會燒的 那其實我是 因為 我是沒有見過 這個Village Skeleton 生在人間的 即是會地獄出現的 所以我都沒有見過 所以我都不知道它會不會燒的 好啦 那我們不要管了 那這個Riding 最有趣的地方 因為它可以Riding 一樣東西 你又可以再加多一些東西給它 可以Riding Riding Riding的東西 還可以再Riding 對啦 那因為這個 其實呢 我們後面這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Riding的後面這個括號 我們是說 我們就是describe 我們所Riding的東西 所以這一個括號裡面的東西就是 就是 就是被騎著那個東西的數據 對 就是跟外面這個大括號其實差不多 那如果我們想Riding的再Riding 那我們就可以 在這裡再加多一個Riding給它 好像原本那樣做 那今次 所以我就不要這個Skeleton 例如我想要這個Zombie 那記住所有EntertyName都要大家 對啦 我要這個Zombie 那它就會見到 是這個Skeleton 它騎著這個Zombie 對啦 殺死它們 對啦 大概就是這樣啦 那就是 咦?為什麼是這樣的?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等一下 咦? 看一下 為什麼中間那個會 不是那個的什麼? 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為什麼它不是這個VD Skeleton 可能會有些技術上的錯誤 那 我可能真的要看一下 那 我覺得太久沒有做過的VD Skeleton 對 那 那 看看Riding Zombie 這個 那 那 那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錯呢 看看 Skeleton Type 它這個自己一個是可以的 但是 沒有理由 如果你擺後 正常來說 你擺後面和擺前面應該都沒有什麼分別的 試一下 哎呀 打錯東西了 那 那 原來這個Skeleton Type 是一定要放在最後的 那 這個也是我現在才知道 因為 那個Mouse 沒有反應的 那個Mouse 突然間 哇 突然間那個Mouse沒有反應 嚇死我 那 原來這個Skeleton Type 是一定要放在最後才有用的 那 大家要記住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 對 因為我想正常來說 沒有理由 因為 你的Skeleton Type 這個 其實你寫 MPD Data 的時候 應該是差不多 那 這個 不要理了 那 那 我還要教大家 那 就是要教這個 Maximum User 為什麼呢 就是 例如 我之前不是說了這個 這個 買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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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例如 其實呢 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你可以改它 賣的次數 就是 你可以 教它賣無限次 你也可以教它 賣一次就完 即是一賣一次就不讓你再賣 那我們怎麼用呢 就是用這個Masimum Use 首先 我們要在Sale的這個括號 就是這裡 這個Recipe 記住 那 就 鬥好 Masimum Use 那 你的U要大家 記住 那 就是 然後呢 就給它一個大括 不 不用大括 經常都習慣了大括 例如我 按1的1就容易看一點 我沒理由按100 對了 那我跟不到它交易了 這次 那 那 對了 例如我這樣 我設定了這個 只可以交易一次 所以 我就例如 我做一個 stone 我再做多一個 我是不是Rotent Flash 咦 我有Rotent Flash 那 例如 哎呀 那就是說 我用一個的石頭 跟它這個 一個的 只可以換一次 你看到嗎 只可以換一次 對 那只可以換一次 這個就是 maximum Use的用途 那 沒錯 然後呢 還有沒有些東西要教大家 這個是 十萬村民的 對了 我做 忘記了跟大家說 原來上次 即是你十萬村民 在這個 Entity Data 裡面 你還可以做一個 Profession 那這個 是吧 Profession 如果Profession 有什麼用呢 其實Profession 就有0到4 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是0到4 還是0到3 我不要記得了 那 0呢 就是一開始你原本見到那個 就是這個 0 0就是一開始見到這個 那 一有什麼不同呢 一就是有這個 就是外形會不同了 看到嗎 他現在穿了白色衣服 看到嗎 他穿白色衣服 對了 那這個就是 Profession的不同 那 二呢 就沒有記錯 其實二我都不要記得了 因為這個 只不過是外形上 不是 其實都不是外形上 就是他不同的Profession 他就會賣不同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修改到他後面賣什麼情況下 即是 以一個預設來講 他的Profession 不同的話 他賣的東西都有所不同 例如他是一個的 漁夫 是不是 不是 他是一個的 他那些是農民 有些是不知道什麼 總之 他們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村民 那 他的Profession 不同呢 他都會有不同的 他賣的東西 但我們因為修改了他賣什麼 所以就 其實就沒有什麼意義 其實我覺得Riding這個好煩 下次應該最後才做這個 對 然後呢 但是 我想說 例如 怎樣呢 Riding這個 其實真的要最後才寫 Riding這個真的要最後才寫 對 Riding這個真的要最後才寫 對 那 那等一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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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只有村民一個 沒錯 沒有了 那沒有Riding之後 就村民一個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有Riding的話 就是 最頂的Mob 其實 就是 他的活動整個東西 不是由最頂的控制 而是由最底的控制 所以 你剛才看到 是由 Zombie 去控制 整個東西 不過有些例外 例如 就是 Skeleton Skeleton 騎著 蜘蛛 這個 就是例外 那 他也好像 叫 Spyder Knight 我忘記了 不是 好像是 Skeleton 又或者是 Zombie 一隻BBZombie 騎著一隻雞 那 這個也是例外 應該是Zombie 去影響 雞的行為 而不是 雞去影響 Zombie的行為 沒錯 那 然後 因為 我想 我召喚的Villager 其實他會到處走 那 我有什麼辦法 可以令到他不到處走呢 就是 No AI 那No 和AI 都要大街 然後 0 就是沒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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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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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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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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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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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